這間是阿涵湖這邊的一間 五星級飯店 阿涵湖赫亞溫泉飯店 你一進來就可以很明顯感覺 它跟附近的商家還有飯店很不一樣 也就是我們這次旅行 住最好的一間飯店 然後也是最期待的一間飯店 前面是阿涵湖這邊的溫泉街 都是商店還有它這邊的木殼 還蠻有名的 然後過來這邊 這間就是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 是阿涵湖赫亞溫泉飯店 你這一棟是新館 它那邊還有一棟是本館 它其實是在隔壁而已 吃飯是在本館 那我們先進來我們的新館 新館進南華大廳 有這些很富麗堂皇的木雕 然後櫃台在這邊 它旁邊就是一間 北斂的商店 我缺 郁寒的物品可以來這裡看 然後它這些木雕 都是他們這裡很有名的木雕師去嗑的 以前原住民的樣子就長這樣 它這邊有蠻多泡溫泉的地方 它有很多池 可以看一下 就是時間不一樣 跟看出去的景不一樣 新館這邊就在二樓跟三樓 它有限時間 所以如果要在這邊泡的話就看一下 這邊的研盤浴是要付費的 然後你看它又有寫 我左邊有一寫聯絡通道 就是通道本館 本館那邊就有一個大浴場 跟展望大浴場 就是露天的 可以看到外面 然後看到外面 它後面就是阿寒虎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個 你在戶外 然後望過去就是阿寒虎 非常的愜意 展望大浴池 是24小時的 除了中間半小時的打掃時間以外 它是24小時的 所以你來注意玩 時間沒有那麼多 只想泡一個 那你就去本館那邊泡他們的大浴場 感覺會比較適合 那邊也有研盤浴 那邊的研盤浴就不用錢 那這邊的研盤浴是要付費的 然後這一對男女 就是他們這邊阿寒虎有個愛情故事 阿寒虎的愛情故事的男女主角 雕刻 其實一過去就是通道 就是通道本館 有紀念戳章 還蠻多的 就是可能阿寒虎的樣子 還有它的特別的戳章 這些看不太懂 上面有寫啦 寫它這是什麼意思 錯章旁邊這邊 有飲料可以非常理合 玉米濃湯 跟巧達湯 還有另外一個不知道是什麼 它有三種紅湯 然後中間的這個通道 右邊說是有人會來這邊登山 它這邊就是讓你預約登山的店家 如果要登山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去預約 打地圖 中間那個就是阿寒虎 然後寫的現在位置就是我們飯店現在的地方 所以剛剛說那個露天溫泉 往外看就直接是阿寒虎 感覺超漂亮的 右邊有它的那個叫做熊阿寒虎 然後左邊這邊有一個叫池阿寒虎 就是一公一米 就是有那個兩座山 那走過去 右邊這邊走出去就是阿寒虎 可是現在還蠻冷的 現在去看看一下 好冷喔 現在太晚了 看不到東西 可是這裡走出去前面就是阿寒虎 明天早上再來看 再過來這邊有滿滿的木雕 就是他們這裡有名的木雕屍 都是雕刻的 都直接放在這邊展示 都直接放在這邊展示 穿過這一條連接通道 前面就是本館的 其實很近 很廣 看起來就比較那種古典的樣子 然後我們往後走 有一個 齒 魚池 養的就是 一種魚類 叫做鬼 應該好像很恐怖 在下面 看得出來嗎 然後再往前走 上面有寫 它的大浴場也是這個方向 所以都在本館 然後左邊這邊 是自助的 不用錢 所以讓你在這裡 烤那個地瓜 是可以直接開 自助喔 自己拿 調味料跟叉子可以自己用 然後就坐在這邊吃 自己在一邊烤 這不用錢喔 還滿好玩的 再來就是 整條的商店街 其實可以逛滿久的 這邊就是一些土產 一些伴手禮啊 小餅乾 都可以在這裡 很多 明夜到10點都寫 這個娃娃很好笑 你看 最佳攝影位置 可以坐在這裡 因為阿韓虎這邊 它有一個很有名 就是 綠球掌 所以它就特別把這個 掌內把它拿出來做介紹 就這一顆 這邊還有肥臉 裝備還滿齊全的 真的缺的話可以在這裡買 然後找到底 走到底的右邊 就是大浴場 然後 它有時間 現在是女生 男生 就在八樓 所以就直接從這邊 上那個八樓的大浴場 它的那個 鹽排浴在八樓 所以如果你要用免費的鹽排浴 你就看 男生女生什麼時候在八樓 就可以用 然後這兩個呢 都有 露天的掌望浴池 就可以看到後面 那個阿韓虎 如果要泡浴池的話 可以來做 我剛剛泡完湯 然後我現在頭髮很碰 因為我剛剛在裡面 順便洗澡 跟洗頭 對 因為它的浴場的設備 會比較多 會洗得比較舒服 所以每天早上 如果還有下來泡的話 我應該還會再來洗一次 如果來做這家飯店的話 一定要來泡它的湯 它的湯真的 大到我剛剛差點迷路耶 方向一看不對我就出不來 很多池 然後它佔地很大 所以真的 感覺泡得很爽 然後它的戶外 戶外的池呢 我剛剛泡了之後 一看下去 我往外看 好像就是一個湖 因為現在是天黑暗的 所以看不太清楚 明天早上再來看一次 我剛剛看那就是那個暗暗的 然後 應該有看到天鵝 那個天鵝還是鴨子啊 應該是鵝啦 應該是鵝啦 白色的 然後在黑暗之中 在那裡有 我很認真看喔 因為我 怕我是不是眼花 還是我看到 什麼 神仙降落 對 那個真的很像神話故事 就是 黑茫茫的一片 然後中間突然出現了一隻 白色的天鵝 然後另外就是這一身 這一身 看起來很像 工作人員 是他們這邊的 便服嗎 對就是它飯店裡面 放的不是浴衣 每個人都是穿這種衣服 對 換這種衣服 來泡湯 我們來的時候 還以為這是工作人員 欸 結果現在自己就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去吃飯了 餐廳一進來 我們的右邊 這邊都是放比較偏那個 西式料理 跟後面的 中式料理 然後另外一邊 這邊說是比較偏日式料理 我可以 西式吃完再吃中式 中式吃完再吃日式 西式吃完再吃 中式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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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賣 燒賣 哇 生魚片 燒賣 發泡飯 對,還一點飯 因為我們吃得很飽,多一點 然後看你們想要加什麼 哇靠 你想要加什麼?好多料喔 對 這個應該必加的,加一點 掰掰 這個是小魚乾嗎? 對 一點小魚乾 這些都是魚,你想要哪一種? 不知道 一小塊就好 一小塊就好 好 對,是一小塊就好 都是魚 各種魚都幫你一小塊 超燒魚 一開始 最後都是茶 茶耶 這是他們的茶泡飯 黑碗的茶泡飯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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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冰 這是洗手間 然後 這是杯子 還有 吹風機也有 跟 換洗的 因為它這間也是溫泉飯店 所以一樣 它的房間浴室都會比較簡單一點 可是還是有浴缸 如果你真的要比較完整 比較舒服的 你就去它的浴場 如果沒有下去泡湯的話 你在房間裡面 也是很夠用的 我要開哪一個門 裡面放的就是我們的床鋪 還有棉被枕頭 晚一點 這邊應該就會拿出來幫我們鋪床了 哇,我們的房間在邊間 所以 有兩個窗戶 好棒喔 我們這一間是在街道旁邊 然後正前方就是我們飯店前面的商店街 那裡還有便利商店 前面都說是那個木雕店 然後 右前方 那一區那一條 很 古色古香的一條街道 那邊也是 要去逛 飯店的 這些區域 就夠逛了 晚上住這邊還不錯 你想要逛可以逛 飯店裡面也有它的設施 到 晚上等一下他們會來鋪床 等一下我們可以換浴衣 它整個 咖啡色啊 土色系的 這裡 還有毛巾 毛巾在這裡 這裡有袋子 所以它是網子的 就是我們下去泡湯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 那個浴巾啊 個人物品放在裡面再提進去 下面 就簡單的保險箱 空氣清淨距離台 房間標配 電視 鏡子 哇 可以讓你放的 好好喔 活動式的鏡子 這樣比較方便 不然每次都要跑去廁所 免費的Wi-Fi 嗨 這裡也有 常備燈 拿下來就有燈 就是真的發生什麼狀況 停電就可以用 昨天那一家跟今天這一家都有這個 應該是他們本來就有 只是之前都沒有特別去找它放在哪裡 這裡還有一個 落地鏡可以找 然後它水壺裡面已經直接幫我裝滿水了 它有放一些小餅乾耶 跟納豆 黑豆 還有這個是 完全饅頭 是什麼東西啊 不是啊 烏梯裡面還有比較完整的那個 茶具 連紅酒開罐器都有 茶包 下面是冰箱 它已經有一罐冰水在裡面 這間飯店很厲害 只是沒有想到 比預期的 還要厲害 下面有地方可以來 然後房間裡面 好大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剛好我們房間是在 眼前 所以有 兩個大窗戶 他幫我們把床鋪好了 他鋪的時候我在 他鋪的時候你在啊 男生敲門 然後 我猜他要鋪床 我就說你要鋪床 他就跟我點個頭 就直接走進來 他聽得懂你講什麼嗎 我不知道 他就跟我點個頭然後就進來 進來我就 我就知道他要開始鋪床 他就推這個 推桌子 然後我就知道我就坐在那邊 他就鋪他的 不過他很很 日本人就是 他鋪完床 那邊跟我提供 提供 出來 然後要拉門之前 再跟我提供 禮貌還是要做 但是他一個人就是要默默的鋪 一個男生 因為他鋪很多肩膀 那個已經 對他也沒有辦法耽誤 也不想要再耽誤太久 因為鋪不完 這一塊就是他們的招牌 然後這一塊是導遊請我們吃的 剛咬下去 毆帕說好吃 他喜歡吃這種虔誠的 很密 很紮實 這一面是我剛咬的 對因為 咬了發現真的好吃 所以趕快跟大家說 如果有到這家店 這一個蛋糕 真的可以入手 餐廳跟我們昨天吃晚餐 是同樣的地方 這裡看出去 前面就是阿韓武 然後前面那一個就是阿韓武的 這邊的火山 那一道 哪一道 甜點餅乾 還有水果 飲料 這裡就有更多的麵包 中式料理 就一樣是中式料理 香腸啊 培根跟蛋 用了小紅包 拿豆腐 阿韓的百年水 這個瓶又泥 應該是他山上流下來的山群水 這個不知道什麼耶 綠藻的呢 這個瓶子 只是做的很特別 吃吃不太出來有什麼不一樣 不就是很特別 前面就是阿涵湖 這裡 這是阿涵湖 哇今天天氣好好喔 三點一走出來就直接可以倒暗啊 啊有看到嗎 阿涵湖在後面 然後那一座呢是他們的阿涵月 就是他們的山 這邊有兩座 有人會把他誤以為是富士山啊 因為他如果雪下多一點的話 上面會有白白的雨季 雞雪 可是他不是富士山 他是阿涵月 飯店 剛我們在前面那裡吃早餐 上面 這裡 這是阿涵湖湖 那也可以遊船 有船就從這邊 上去 可是現在沒有 然後我們昨天晚上泡湯啊 就是他其實 一下子這邊跟最上面是有兩個湯 然後就是男女分開 就是他一段時間兩個會對焦 可能男女 然後變成女男 然後你看他們 這個方向看出去 都是直接看到阿涵湖 我還看到天鵝欸 反正我就真的在那裡泡湯的時候 直接看到湖 而且很近 我昨天是在他們下面的這一層 泡泥湯 你看他是一樣高 所以我是整個直接看到 湖在我前面欸 好奇妙 天鵝在我前面有 那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畫面 好奇妙 他賣衣服 對 逃出那邊 哈哈哈哈 好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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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妙